接下來這個問題是有位朋友跟我們留言 他說聽說有一種貸款叫FHA Loan 他就想請問這個貸款有什麼好處 什麼人才能夠申請這種貸款呢 作為一個第一次買房的一個普通人的話 我能不能申請這種貸款呢 我們趕快請出加薪貸款的資深貸款專家 亮輝來幫他回答這個問題 亮輝你好 亮輝你好 早上好 各位聽眾早上好 FHA的話全稱是Federal Housing Administration 那這種類型的貸款是由美國政府背書的 政府擔保的上了政府保險的貸款 什麼意思呢 如果說有一天貸款申請人突然違約不付了 那銀行把這個房子拿去法拍 法拍之後如果還有任何損失的話 政府會把這些損失賠付給銀行 所以有了這樣的擔保以後 銀行的風險就變小了 那自然就會給這個類型的貸款申請人一些好處 那有什麼好處呢 第一 FHA貸款的首付可以很低 低到3.5% 當然其實現在很多其他正常的貸款都可以首付很低了 3% 5%都可以 那第二個好處 它的利率要比普通的貸款更低一些 OK 然後第三的話 它的最低信用分的要求會更低一點 一般來說580分以上就OK了 那第四的話 同一個貸款人同樣的薪水 同樣的收入 相比於正常的貸款 FHA可以稍微讓你多貸一點 以上四點的話就是FHA loan的好處 那這個貸款這種類型貸款 創立的目的是為了鼓勵和幫助 真的嗎 就是那種賺錢也賺的挺多 但是花銷也很大的那一類型的人 對 對 首付拿不太多 自己的資金管理 對 但是又有還款能力 這種就比較適合這個 嗯